大家好我是痛風老套一胖底子 帶你一起吃美食 昨天我聽到路人說 最近天氣好熱喔 可是吃很多冰又會胖 管他先吃再說 天氣最近實在太熱了 所以我決定做一個 傳統冰店 要燙喔 這我幾乎要被炸成人肝了吧 我都聽到那個我的脂肪 咿咿咿作響的聲音 所以 我們走去吃更多的冰吧 帶你們去吃傳統冰店 出發 第一家我們來到的是 北門鳳梨冰 是我個人超級愛的一間冰店 它呢是在 東區後面的216巷 你不小心會這樣 路過 不知道它是一間冰店 就這樣 路過 因為它就是這麼不食無花 非常低調的一間冰店 可是超級好吃 我們快進去吧 今天點五種啊 四種我狂推的冰 加上一種經典款 第一種清爽派的 李咸跟桂圓 好我先來吃吃看李咸 大家一定問我李咸是什麼 其實李咸就是蜜餡 台語就是叫做李咸 拿李咸去醃的蜜餡 所以它吃起來會有一種 酸酸甜甜的味道 簡單來說就是酸梅的味道 這就是我要的夏天的清爽感 問你們一句啦 你們有吃過抱走竹嗎 有吃過的 有沒有 你不要考想考 就是有點年紀 但沒有關係 這就是抱走竹的味道 很爽快 酸梅清爽 所以這是我自己最愛的一個口味 第二款 第二款呢 其實是 一個非常非常小眾的口味 桂圓冰 桂圓呢 它其實就是龍眼去做成乾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小小的桂圓 有沒有看到 所以它吃起來呢 是非常傳統的味道 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但是我就是很喜歡 它就像一個 春菇 就是你乍看之下 不起眼 可是吃下去 唉唷 耐吃喔 它的味道 就是很淡的清香 然後會吃到龍眼的那種 淡淡的甜味 它是那種 尾韻 夏天的清爽感 一切都豁然開朗的感覺 所以這個清爽的兩種 我通常都會一起點 因為它們是比較冰沙感 解你的可 深精止可 點清爽派 我們換下一種 濃郁派 濃郁派呢 我自己推薦兩款 一個是花生 一個是芋頭 我都在這種四種口味上 猶豫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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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很貼心 就是可以雙拼 所以你可以選兩種 通常我要嘛 就都點濃郁了 要嘛都點清爽 啊你也可以清爽配濃郁這樣 濃郁的我們先來吃個芋頭 這個其實就非常的是 傳統台灣的冰淇淋 其實一般外面的冰淇淋就是 植物油啊 或者是 用物油下去做的 那冰淇淋就很乳霜感 可是台灣這種冰淇淋呢 不是用油去做的 它是用樹薯粉 所以它看起來很濃郁 很濃稠 但又吃得到那個綿密感 很濃郁的台灣冰淇淋 這就是那種 阿伯在那邊騎腳踏車 拔不拔不 然後你會這樣手包衝出去買的 好吃 很濃很香 可以吃到濃濃的芋頭味 台灣冰淇淋 驕傲 另外一個讓我每次都很難抉擇的口味 就是花生 它是濃郁的花生 冰淇淋 這個真的很像花生醬 可是它沒有花生醬那麼濃郁 那麼隔 那麼黏膩在夏天 它很適合一個吃法 就是拿吐司 然後把這個冰淇淋這樣夾進去 會拿國家麻糬 這個是胖子吃法 那下一個我們就來吃經典款 鳳梨冰 不要講錯喔 他們有另外一款叫鳳梨冰 這是鳳梨冰 鳳梨冰為什麼有名呢 因為它是鳳梨加上紫蘇梅 它的基底是紫蘇梅的冰 清爽的蜜餡冰 然後還有鳳梨滿滿的果肉布在上面 非常台味傳統的味道 下次有人在問說 蛤什麼是鳳梨冰 你就可以告訴他 就是鳳梨加紫蘇梅 紫蘇梅冰有點像是酸梅界的清冰 就是有點酸酸甜甜這樣 但是沒有什麼太重的味道 那配上鳳梨 吃得到整個鳳梨丁的果香 有一種我阿公釀了一翁的紫蘇梅 然後把它做成清冰的感覺 有我小時候夏天的記憶 他釀了紫蘇梅 很Q 好吃欸紫蘇梅很Q 然後紫蘇梅的那個酸香 讓我的口水就像瀑布一樣 這樣滑出來 因為我自己不是很喜歡鳳梨丁 所以鳳梨對我來說就沒有吸引力 經典館只能點一種 所以我每次都只好犧牲它 因為我都要點兩種以上 我就會喜歡雙重享受對不對 然後另外還有一種只能點一種 然後很小杯的 是荔枝冰 那也很好吃 我跟你說必點 如果你想吃清爽的 你就點李咸冰 然後如果你喜歡濃郁的 你可以考慮芋頭 叫人家帶朋友來 比較直接 對 帶朋友來 可以吃六種 我覺得呢 北門鳳梨丁就是 台灣冰淇淋 完賽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間是位在公館的鴉片粉圓 這間一定很多大學生都知道 是平常在巷弄裡面 但是非常古老跟臭豆腐在兩隔壁的地方 然後它呢就是很久以前就非常有名了 它叫做鴉片粉圓的原因就是因為像鴉片一樣的Shotree 我們點的是三圓冰 這種粉圓玉圓地瓜圓 一二三三圓 這個是粉圓 有一種很傳統的那種粉的甜甜的味道 很Q耶 我很享受那種粉圓這樣進去 然後呼嚕呼嚕在喉嚨 就這樣 其實粉圓跟珍珠是不是傻傻分不清楚 粉圓就是早期的珍珠 像它一看這個位置就是很傳統早期的粉圓 因為早期的粉圓是做不出咖啡色的 以前都是只有白色 然後再裹上黑糖漿 但是後來就是因為地瓜的品種也不一樣 所以它加進去之後 就可以變成像我們現在看到那種珍珠 然後有些又可以再加黑糖 所以吃起來不一樣 所以粉圓是粉圓不是珍珠 它是歷史雞 很像坐在籠樹下 吃冰的感覺 這是傳統剉冰的蛋 你們懂那種冰亮嗎 看到腦門的感覺嗎 好舒服喔 玉圓 它的玉圓跟外面不太一樣 它是變成一片一片的 比較好咬比較好入口 就是不是一直練咀嚼肌那種 就是一個咬勁而已 謝謝 地瓜圓 長得跟玉圓一樣 比玉圓有味道 那種很古早味橘色地瓜的味道 就有點甜甜的 但是是很濃的地瓜味 粉圓 玉圓跟地瓜圓沒知道我覺得還好 沒關係 但粉圓一定要知道 所以它的另外一種是可以點 愛玉加粉圓的 所以全是酸甜口感的可以吃那種 不要再喝珍奶 喝喝碳自混 鴨片粉圓 苦流苦流粉圓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樂寶夜市裡面的阿爸 玉圓 它招牌上就是小玉圓 你看這個球面 我會為了它東南西北登走 這真的很好吃 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 這片冰 爽到腦袋 它那一片一片一片 對你覺得它刮開 或是你用牙齒這樣來 咬開 它臉很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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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甜是用那種鮑甘蔗 這個就炸雞 然後變成一片一片的這片冰 我可以只吃這碗清冰的 它有兩種芋泥 一種是像冰淇淋這種很紮實的芋泥 然後另外一種是這種 芋泥漿的 像果醬一樣的芋泥 紮實喔紮實喔 像冰淇淋一樣 這個芋泥呢 它是紮紮實實的 你基本上還吃得到芋頭的 芋頭香跟芋頭飯 它芋泥就是比較水一點點 然後你可以感覺到 它是跟冰可以融在一起 現在嘗嘗芋 很紮實喔 它芋頭是真的吃得到芋頭香 然後它不會Q到 讓你覺得很像加了很多 淋加了芋 你吃到芋頭真實感是 那一球芋泥 再來是這個 這個芋圓 你會吃到一個 然後最後是這個 打成芋泥 果醬狀的芋頭 芋頭三重重 沒錯 一樣 它也是傳統的粉圓 它吃起來比較黏稠一點 然後黑糖味比較重 它湯圓的味道很濃耶 很濃 很好吃 非常有嚼勁 我們這裡都在大肆的運動 吃該運動 只凍這裡 只凍這裡 今天凍了很多這裡 還要念說你這邊有黑影客嗎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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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推薦點綜頭冰 但是因為它的名字有點太遲 我就不看到 叫做 遇見綜頭冰 送給這片冰 遇見綜頭冰 遇見綜頭冰 你們點過最遲的餐點名稱 店員很想被撩 你們點過最遲的餐點名稱是什麼 像我每次去Costal的都不好意思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 吃草莓妹妹 但我趕快要去說 我有一個草莓 總結 我覺得這片冰這種品種 真的是太厲害的發明了 一片一片 霜 阿爸 容我叫男生 阿爸 我們最後一旦來到通話夜市這邊 要來吃一間畢比登推薦過的 冰果湯圓 我們要來吃這個 桂花綜合湯圓 還有芝麻跟花生桃味 你看上面還有沾到一點點桂花蜜的那個桂花 看它這樣子 融下去 好搖曳喔 嗯 它的芝麻是非常黑芝麻 就是不是那種糖粉很多的 真材實料的黑芝麻 然後會吃到很濃很濃的芝麻香 很濃郁 芝麻最銷火的就是 那個QQ的跟那個醬 在你嘴巴一樣融在一起 好吃 加一點冰 它的冰很清爽 這個花生了 它的花生沒有流湯耶 很紮實 很濃很濃 你可以吃得到無力一定會有花生 它味道比較像是那種 石代皮花生 會有一點那種皮本身的香味 那種鳳糖裡面的花生 我覺得它稍微比芝麻甜一點 但它不會太甜的原因是因為它外面那一層 有糯米香的QQ的湯圓 會綜合在那種味道 但如果覺得太甜的時候 就加上這個冰 好 阿以你那個新竹的 吃它跟吃福原花生醬 哪一個比較好吃 福原花生醬 是濃郁華色 這個花生 是粒粒 就很像吃蒸的花生 只是有人幫你攪碎 好可憐 誰啊 店員會比較淡 要趕快吃 不然湯圓會變硬 好不好 我們先去加 桂花蜜 然後第二次再加脫白湯的麵 它有兩種可以加 冰箱裡面本來它就淋過一隻桂花蜜 如果你覺得不夠甜的話 你可以再去加入 但其實桂花蜜不是拿來甜用 它是一種很清香的味道 所以這個味道會吃起來 有一種很高級的優雅 你可以想像那個 有一個阿姨非常優雅 然後翹腳在那邊做 但是講話輕聲細語 然後非常有氣質 就是那個感覺 等你全部算湯圓 你就把它變成一碗新的剉冰 所以桂花蜜 你可以自己一直喝 然後檸檬是給檸檬原汁 加一點點就蠻酸的 最後喔最後 湯圓在的時候可以加那個 因為加下去 味道會有點太似 檸檬跟芝麻花蜜的味道 對得重重 又是一碗新的冰 一定要來吃一次 冰火湯圓 酒釀什麼的不好入門 就先放一間 冰火交融的 這麼銷魂的脂肪 我覺得冬至也應該要這樣吃 就算是冬天 好吃 總算是吃完全部的冰店了 吃了有夠多了 消除到又不行 我們今天吃了 台灣把布冰 粉圓冰 這片冰 最後又吃冰火湯圓 每一個我都超喜歡的 但我最喜歡最喜歡最喜歡的 可能還是 李賢兵 我們最愛 我們最愛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 一定很多老套在那邊掏口袋 一直很想分享自己的傳統明年 對不對 在下面分享給大家 不藏私OK 希望今天的消除機會有幫助到你們 什麼 沒有 拿死自然 你們得自己去吃唄 掰掰